曾出演韩国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韩国前国家足球代表选手宋中国与演员妻子朴炎秀在本月六日传出离婚的消息 突然结束九年婚姻令不少粉丝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在节目中看起来十分融洽 而且宋中国也十分疼爱两名孩子质雅和秩序 当时他们表示离婚主要是因为性格上的差异 但是网民后来却大爆宋中国疑似有第三者 所以才导致离婚 不过其后朴炎秀更新SNS透露这段时间过得很辛苦 因为到处充斥对于他们一家的揣测性言论及辱骂 更称不管别人怎么说 对治亚及秩序而言 宋中国就是最好的爸爸 想到孩子俩在学校时可能遭受到的冷言冷语 心就犹如刀割 希望大家能放过年幼的孩子 保护一对子女外也为前夫挡架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曾出演韩国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 韩国前国家足球代表选手宋中国 与演员妻子朴炎秀 在本月六日传出离婚的消息 突然结束九年婚姻 令不少粉丝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在节目中看起来十分融洽 而且宋中国也十分疼爱两名孩子 质雅和秩序 当时他们表示离婚主要是因为性格上的差异 但是网民后来却大爆宋中国疑似有第三者 所以才导致离婚 不过其后 朴炎秀 更新SNS 透露这段时间过得很辛苦 因为到处充斥 对于他们一家的揣测性言论及辱骂 更称不管别人怎么说 对治亚及秩序而言 宋中国就是最好的爸爸 想到孩子俩在学校时 可能遭受到的冷言冷语 心就犹如刀割 希望大家能放过年幼的孩子 保护一对子女外 也为前夫挡架 优酷全娱乐 综合报道